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Zenfer 在历经三年严格的新冠疫情控制之后 中共当局声称要对外商投资敞开大门 但最新一份研究报告说 北京正加强禁止人员离境 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企业的高管 一个人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说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扩大实施 出境禁令的法律范围 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禁令 来对付人权捍卫者和外国记者 据报道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警告说 习近平正在加强对人口的控制 越来越多人被禁止离开中国 许多人直到自己到达边境才被告知 被禁止离境 据总部设在马德里的人权组织 保护卫士5月2日发布的报告 自2018年以来 中共当局已经制定或修订了五项法律 以扩大实施出境禁令的范围 并增加了其他十项已出台的有关法律 这个报告说 在2016年到2020年期间 中共最高法院数据库中出现的 出境禁令的案件数量增加了8倍 该报告说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被禁止出境 直到他们到了边境试图离开中国时才被告知 保护卫士的报告说 执行出境禁令的地方法律是边际不确定 模棱两可 复杂和可延伸的 并指出 对这些决定提出上诉往往是不可能的 这个报告承认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 很难获得准确的数字 但估计中国目前有数万人受到这种禁令的限制 该组织称 近年来有几十名外国公民也被阻止离开中国 其中包括律师 记者和商业领袖 根据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 1995年到2019年期间 有128名外国人被禁止离开中国 其中包括44名加拿大人 有评论人士提醒 去中国一定要小心 台湾很多人说话不小心 去中国后就待在监狱里了 美韩华盛顿宣言提出了加强对朝鲜政策方案 包括美国将计划派遣核潜艇定期停靠韩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4月27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称 美方做法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 韩国总统以西约5月2日回应至 由于北京完全不参与国际社会 针对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制裁行动 韩国别无选择 韩林社报道 尹西约表示 如果北京要批评华盛顿宣言 那至少就应该按照国际法规则 配合安理会制裁朝鲜和威胁行为 他指不论是技术 商品 韩国都没有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 只要中国不对韩国采取敌对行为 彼此认真遵守协议 相互尊重 韩中两国完全可以一道解决经济问题 毛宁批评美方为实现一己地缘私利 致地区安全于不顾 执意在半岛问题上借题发挥 制造紧张 有时评人士反唇相机 这句话用在中南海头上最合适 据报道 尽管在五一连续五天假期 但解放军东部战区仍动作频频 东部战区公众号2日发文表示 在假期期间 东部战区各部队仍相继展开战备拉动和应急出土演练 确保官兵始终保持在战斗状态 强调战争没有预演 备战永不松懈 范围涵盖陆海空三军 新兵 武警部队和民兵部队 据共军东部战区融媒体中心通过官方公众号发文内容 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谋旅在五一假期来临之际进行战备拉动演练 五一假期期间 第71集团军谋旅仍严密组织战备拉动演练 第72集团军谋旅野外驻讯营区 第73集团军谋旅防空旅等也进行以实战为背景的战备拉动演练 此外 共军武警部队和民兵在五一假期期间也进行演练行动 例如武警江苏总队组织全员全装拉动演练 加强对机场 高铁站 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防控等 还有江苏南京七峡区 苏州市姑苏区 以及福建 江西等多地人五部组织民兵进行节日战备演练 全面检验民兵应急力量战备情况和快速反应能力 由于中共这几年打击私营经济 加上疫情 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 占全部经营主体数量七成的个体和民营企业一片哀哄 为挽救经济增加税收 中共官媒近期突然力捧私营经济 据报道 中共天津市政府还成立了首个 趋集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联系会议制度 说要协助民企走出困境 而经济日报不久前发表评论文章 指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个体户 网友说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更有网友调侃 政府没肉吃了 要养猪 中国民营企业似乎再次受到官方扶持 天津日报上周报道 该市滨海新区建立全市首个 趋集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联系会议制度 2020年以来 习近平当局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控 大部分公司成立了中共党支部 企业营运出现困难 当局的监管措施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国际民退发展趋势的讨论 有评论人士认为 今年初以来 官方重提保护民企 说明中国经济出现大衰退 他表示 这说明国有企业想做大的计划失败 今天又大吹特吹民企 在如此之高的失业率以及没有办法解决社会难题和财税收入的时候 又来拉拢私营企业 但现在的忽悠方式很难成功 另外 由中共中宣部主办和管理的经济日报两周前发表评论文章 题目是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个体户的文章写道 前不久 江苏南京发出了该省第1000万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文章说截至目前中国个体工商户已达1.15亿户 占全部经营主体数量的三分之二 带动了近3亿人就业 成为抵御经济下行风险 增强经济韧性和回旋余地的有力支撑 数以一击的个体工商户发挥着就业蓄水池 社会稳定性 共同富裕生力军的重要作用等 一下子似乎又将民营经济捧上了天 但甘肃一家民企负责人告诉媒体 疫情防控三年 许多个体户 停业 现在就连银行提存都受到限制 有过多年经营经验的宋先生认为 中共宣传的措施说一套做一套 随时会被新政策取代 近期 湖北恩师一女童在垃圾箱内寻找食物和空瓶子的视频 在抖音 微信等社交平台热传 网民纷纷对孩子深表同情 有舆论批评政府对国外的儿童提供免费午餐 却无视本国贫困人群 不过当地官员却表示 食荒女孩是在体验生活 在微信 抖音等社交平台出现一段视频中 讲述4月28日 湖北省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斗镇一女孩 拎着一个袋子在垃圾箱里搜寻 拍摄者问女孩为何要捡垃圾 拍摄者问 妹妹 你捡瓶瓶吗 我来喝一个瓶装饮料 我给你空瓶吧 快快来喝一个瓶 快来拿 你妈妈他们呢 你读书没有啊 女孩答 没有 拍摄者 没有啊 那你吃饭没 啊 没有 我给你买个八把 要吧 在这段两分多钟的视频中 食荒女孩大约四五岁之间 她望着拍摄者话不多 但表情可怜 有网友说 宝贝拿个袋子在垃圾桶里捡瓶子 一个人在街上 我的心都碎了 还有的说 还是美国惨 赶紧去看枪击案 湖南某中学前教师田丽 也留意到这段视频 她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种现象在中国贫困地区很普遍 我觉得正应该部署个案 弱势群体基本上都很穷 不但是在偏远地区 家里有一个病人 生活基本上都无法得到保障 中国人的贫穷 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 一个月收入才1000元 有媒体就此致电 文斗镇政府办公室 查询时荒女孩的情况 接听电话的顾行官员 证实确有此事 但她澄清是外界误会 5岁女孩和母亲赌气 才去捡垃圾 该视频发布者风生水起 两天后在抖音删除原贴文 澄清女孩捡垃圾 适合母亲赌气 还要求网民不要乱评论 对此立即有网民表示 不信这种解释 有网民留言写道 这是被警察训诫以后的结果 还有的说 孩子的表情让人一目了然 你也可以说孩子在做立直锻炼等 在微信朋友圈 不少网民转发 5岁女孩捡垃圾的视频和截图 郑州中学前教师贾黎美 在微信发该女孩捡垃圾的视频截图 和一张中共政府向西国的小学生 提供免费午餐图片进行对比 她写道 高大上的卖国贼绝不能让外国的孩子爱饿 据凤凰网报道 有AI教父之称的杰弗里·辛顿 5月1日周一宣布 她已经从谷歌公司离职 半个世纪以来 辛顿一直在培养 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背后的核心技术 但是现在 她担心AI会造成严重危害 凤凰网科技AI哨所说 辛顿是AI兴风 2012年辛顿博士和她在多伦多大学所带的两名研究生开发的技术 成为了AI系统的知识基础 如今 科技行业的巨头们认为 AI系统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关键 然而就在周一 她正式加入了越来越多的AI批评人士的行列 他们认为 这些公司积极开发基于生成式AI的产品 辛顿说 她已经辞去了谷歌的工作 以便自己可以自由地谈论AI的风险 辛顿从AI开拓者到末日预言者的转变 标志着科技行业在这个几十年来 也许最重要的拐点上经历了一个非凡时刻 业界领袖认为 新的AI系统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初 推出的网络浏览器一样重要 并可能引发从药物研究到教育等领域的突破 但是 令许多业内人士苦恼的是 他们担心自己正在向眼外释放一些危险东西 生成是AI已经可以成为制造虚假信息的工具 很快 它可能会对就业构成威胁 科技行业最大的担忧者表示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它可能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辛顿对此表示 很难想象你能如何阻止坏人利用它做坏事 辛顿认为 随着企业改进AI系统 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危险 看看五年前和现在的情况 他在谈到AI技术时说 接受差异并将其传播数据 太可怕了 未来 他担心未来版本的AI技术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因为他们经常从分析的大量数据中 学习意想不到的行为 辛顿说 当人们过去问他 如何能研究有潜在危险的技术时 他会转述美国原子弹支付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话 当你看到某种从技术上感觉不错的东西时 你就会去做 凤凰网科技AI哨所对此将持续关注 美国军队在因应中共在海陆空多领域 带来的挑战的同时 网络空间一场看不见的战役 也愈演愈烈 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呼吁 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 以应对中共等对手带来的威胁 早在3月8日 美国推移海军上将 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就曾在彭博社发文呼吁 美国需要建立一支新的独立军种 网络部队 现任塔夫茨大学法律与外交学院 名誉院长的斯塔夫里迪斯表示 目前美国军队体系有六大军众 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 以及海岸警卫队 但是现在 中俄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亚于传统军事进攻 美国应该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 应对现实威胁 3月30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网络 创新技术和信息系统小组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约翰·布鲁姆说 五角大楼正在扩充网络军力进行研究 研究的选项之一就是成立专门的网络部队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法轮说 我们讨论的是网络是增长最快的领域 网络将成为下一场冲突的前线 我强烈建议成立第七个军种 创建一支网络部队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